过年就是要损损损 打牌手气要顺 开车上路更要顺 年初六廉价的最后一天 北返车潮涌现 不过不至于塞车 另外在中部地区 南部地区 以及国武的部分 稍早的路况大致正常 假期拉长 避免用路人同时上路的策略奏效 各地路况良好 就连容易止暴的国武雪碎 除了上午十点后 曾经出现回堵情形 但收假日下午 没有出现预期的拥塞 高工局也提醒 要注意几个塞车路段 今天下午在国一北向 苗栗湖口路段 会有拥塞的情形发生 而国武北向宜然之平民路段 也会持续有北返的车潮 在国一的西罗浦岩系统 国山北向的竹山中心 以及大山香山路段 在傍晚的时候 都会有车潮的出现 也提醒驾驶人 出发前可以上网 或以APP确认路况 利用替代道路 节省宝贵时间 华氏新闻张志勤 罗大伟台北报道 我是陈亚玲 想要跟我一起 丛林掌握天下事吗 赶紧按下华氏新闻 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氏新闻 再结束 感谢观看